《大刀印》 《大刀印》你一定聽過,還可能會走過 今集除了和大家一起去《大刀印》之餘,還有絕密相公開 就是教練他幾十年前做仔去考張行山路 還有新舊《大刀印》對比 今天這條路線大約全長8.6公里 出發之前記得來個LSSC4部曲 Like 我們這條影片,Share 我們這條影片 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以及按鈴鐺 Let's Go 我們今天的出發點是家道理農場 大家可以在大埔搭64K或65K 過來之後走過對面馬路 就會看到底下有一個牌 我們今天想的就是大刀印 這裡因為陽光太過反差大 所以看不到 我們其實就找這裡開始 一直慢慢沿著這條路 這條路很清楚 所以沿途都一直上山 為何要走這條路呢 一會再說 沿途的牌是很清楚的 譬如這裡寫著 第一次考張 第一次考張 第一次的大刀印 其實穿著喇叭 腳牛仔褲 穿著各貨公司的有坑紋的皮鞋 就當作是行山鞋 就像這個無盡的大刀印 所以這個印象是十分之深刻的 可能這條路徑現在弄得很漂亮 比較熱滿一點 所以都變成一條相當多人走的路 又未至於說家樂徑 但是起碼的就是說 有沙路牌 鋪得漂亮漂亮 以前那種 很斜很滑的感覺是沒有了 雖然其實這幾十年都來過幾次 就不是說41年之後才第一次來 但是感覺其實還是 記住當年那種什麼都沒有的感覺 大家看到那裡就是石崗機場跑道 今天的天 視野空氣質素不太好 所以都是蒙蒙地 雖然是出曼太陽 十多度是很舒服行山 周圍這些樹 對面觀音山 後面就是見到很蒙很蒙的大霧山 周圍這些樹 想說的就是 路的兩旁當年什麼都沒有 只有草坪 現在很好 山滿兩片樹 雖然未注意有遮蔭 但起碼感覺已經 綠油油一片 不過說回的就是 那條路 現在都看到還是山路 不過都越開越闊 因為都多人走 那會有人快些 又會過了 令到條路越來越闊 這個也是提醒 Travel and Camp on Durable Surface 在堅實的路面行進 盡量走回沿路 不要差不多小路 不要開那麼多分岔路 會令到直坯越來越少 其實上落大都隱 就是現在上 當然是 最值得欣賞的就是山勢 山的山勢 看看對面 一直圓圓不絕地向另一邊去 所以整個感覺相當之正 對面雞公嶺 沿著一條大路 今天很多人 上近大都隱 一路這樣上去 左邊不同寨村 右邊 右邊大家都認得了 大帽山 剛剛剛剛經過前面 一個又一個的山頭 整個下面 石崗錦田那堆 我們會在這裡停一會 拍一下 這個位置 兩邊都可以拍到 大家感受一下 當年還沒有 這些扶手欄杆 只有一兩條 鐵鏈的直覺感覺很險 很重要 還有一段路 就會上到山頂 這裡這麼棒 可以休息一會 看看景色 看完教練的黑白照 是不是覺得現在的風景 更加充滿色彩呢 對了 不知道現在還找不到喇叭庫買的呢 原道都相當多人 一路打卡 當然也是 沒問題的 站在一旁 仰翻條路 雞公嶺 前面見到幾多人 正在準備打卡 其實一路順光 上這塊是相當漂亮 看著前面的條路 亦都是 感覺很特別 41年前 中間行業 看著香港郊野的轉變 由絕少人行山 到開始有些青少年活動行山 到現在疫症 基本上大部分人都說是 行山 還以往這些大都人一聽見 很斜的山徑 但現在看到 行街裝束也有 單薄袋也有 什麼人都有 所以走這條路徑的時候 不要想著很崎嶇很挑戰 只要你有危力慢慢上 其實我覺得一點都不難 還要就是說 如果你想少些人 我想只要找個 今天星期六 應該都沒有星期日那麼多 但也不少人 所以想追求寧靜的 未必選這條路了 前面就是大都人的頂 還差很少幾步 看回看回去 看回去吧 看才完成 大埔 從仔原旁邊的陸山 一直上平平的草山 上去燕岩 很蒙的大帽山 加上這幾步便是大都人的頂 當然也是很多人 所以北邊九流 帶大家去山角網測站看看 之前說過戰墜那邊是指向北境 上到這裡看一看正景 一會下山會有一件事令教練很生氣 究竟是甚麼事呢?記得要看下去 我們過完大都隱之後 現在向前往北大都過去 沿途都繼續有很多人 不過條路很闊 所以沒有甚麼分岔路口 不需要多說都知道是怎樣走的 這段就沿著右邊 整個大埔 康樂園看得相當之清楚 還有好像大地在我腳下這個感覺 最後這裡 看對面左邊就是北大都 然後這裡也有少少芒草 當然這一邊不會特地上去看芒草 因為其實很多高山上面 走得多山都知道 很多地方都有 來到這個分岔路口 跟右邊的路牌 去前面 大都隱的截柱先 就在這裡 480米 過了北大都隱一 落了一堆樓梯 一落到這裡 右邊有一堆樓梯 左邊也有一條路 沒有路牌的 我們向左邊走 其實你看看地圖的apps 向回 吉拉仔的方向 蝴蝶山的方向 這樣就對了 走了幾步 又有幾個分岔路口 右邊就是幾級樓梯 沒有東西的 前面有幾個路牌 我們就偏向最左的方向 如果不清楚的向前 走上去看看路牌 路牌都寫得很清楚 所以不用擔心 這段路是很容易走的 來到這個牌 又是跟著這個方向 繼續去吧 說回這段路 剛才都說過一些 以往是走全日的 現在路徑闊了 路牌清楚 沒有什麼崎嶇路 崎嶇路都很闊 重要就是盯上樓梯板 現在如果要挑戰少少 這段真的不算挑戰 花多一點時間慢慢捱 這段路 大家看看這條路 再看看這裏 這張這樣的紙 自己綁在這裡 用大量的風箱膠紙 封住了棵樹 我會嘗試拆大 沒有帶工具 我不擔保一定能拆到 如果每個人都覺得 這些東西值得做 每個人有自己覺得好的東西 全部貼在樹上 全部綁在一些記號的話 整個山都是人為的記號 所以大家麻煩 任何人為的東西都不會留在膠外 花了一番氣力之後 沒有用工具的情況下 將膠紙圓著 不斷繞繞開它 就拆了剛才拍那棵幅 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 就變成一塊垃圾 我當然會撿起它 帶回到市區 才會帶走 看看 其實本身整條路都沒有垃圾 為何要將棵樹這樣對待呢 是否好心就可以什麼都做呢 是否好心就可以留記號 留標示 宣示自己認為對的東西 將大自然不斷寫上人為的建築物 人為的標記 這裡其實神運景開始有了 幫了些東西用來掛東西 其實越近人的地方 很多都還沒有這個意識 就是不要留一些人為的記號 或者人為的物件在山和大自然上面 我們最後上前面 基勒仔 以前都是一條山路 現在一條神運景 有點洩氣 因為下了那麼多 突然又要上那麼多樓梯 不過用點心思 最後這個就下了 這裡就是基勒仔256米的柱 我們聽到油人的聲音都知道 接著實施路走 就很快到了 來到這裡有一個分叉口 兩邊都可以下去 右邊這裡有垃圾桶 你看到整地都是橙皮 又是那個概念 不知道 是不可以短時間分解 就算是這些垃圾桶 我都不會把剛才 前在樹的風箱膠紙 即是這些垃圾桶 因為這裡距離 有車道的地方實在太遠 我們是左邊去著這裡寫著 蝴蝶山徑 講鐵份靈集 這段路的接近尾聲 很多郊遊人士雲這邊上 總結一下今天那段路 其實已經不是一段相當難的路 而是只要你肯上山 整條路都很大很闊 很容易找到路牌 最重要的就是有一段 就會風景很漂亮 現在去到這些位 越多人的地方都會周圍看到 拍片為甚麼 拍片其實希望宣揚多些 這些正確的意念 就是 Live No Trace 無痕山林的意念 在過程之中 希望大家 就算包容一下 我拍片那種很初歌的手法 周圍移動 又或者不是真的那麼多 美景也沒有知道 也沒有人氣 帶來幾個朋友一起走來拍住 又或者有些很誇張的搞笑事 因為這個本來就不是我想做的事 所以希望做到的就是 大家全城開去 如何好好保護我們的環境 如何好好知道 山上 除了自己的垃圾 自己帶走之外 其實我們做到的還有很多 當越來越多人走的時候 更加需要大家的幫忙 希望大家繼續訂閱我們的頻道 分享讚好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 好 最後拍給大家看看 用了自己的棍袋 因為今次沒有準備收拾垃圾 就是剛才那塊包樹那塊 我會落到 有車 來到的地方 才放下垃圾桶 其實對面就是 棍林火車站 今次這個難度值三顆身的大刀刃 你們又會不會挑戰呢 無論是挑戰什麼山頭都好 記得要留意我們的小錦囊 第一 雷暴警告 沙漠風球或以上 就不應該上山 第二 要留意天氣 第三 應該要根據你的能力 而作出合適的路線選擇 第四 應該要有朋友隨行 第五 應該要有合適的行山裝備 第六 很重要的 一定要帶足夠的食水 第七 不要留得垃圾和任何人為的標記 包括絲帶和剛才看到的子仔告示 最後 希望大家上山之前 可以熟悉無限山林的守則 如果喜歡我們這條片 又或者還想跟著我們走上不同的山 就記得要讚好和分享我們這條片 最重要是記得訂閱我們Bowtrap頻道 以及按我們的小鈴鐺 貼緊我們的最新動態 如果還有什麼山你想我們拍的話 記得要留言告訴我們 下個山頭見 下回預告 好 拍的時候真的沒有想過 沒多久就有源頭山大火了 想不到現在暫時只可以看著這條片 去懷念一下源頭山的原貌了 源頭仔 源頭仔 你要快點好回來